主耶稣基督所从圣灵而生的人就像风一样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要往哪里去 所以每一个被圣灵所带领的上帝的子民都像风一样 他们你不可能预测他们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 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我们认识了三十年 他上周死于肝癌 去之前的话我没有想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没有的话就是想要给他做一个调念词之类的这种形式 因为这都是家人的家人的责任 但昨天到了以后然后在灵旧前待了有将近一个小时 大家都在那坐着 然后 这个死者的丈夫对大家说让大家都回去吧 但大家都都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都想在那多陪陪陪陪陪这位 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到圣灵在对我的心说话 要让我站起来分享两个小故事 让在座的人都记得这位庞阿姨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连家属的话都没有站起来说我一个外人是不是感觉很不妥 所以我一直在那等着 但是圣灵一再的话 在我心里面放着这个负担 我感觉这个负担越来越重 所以终于我就站起来 我去跟这个死者的丈夫说我可不可以说两句话 她说可以只要你代表自己就行 所以我就开始说了 然后我一开口的时候 从一开口那一刻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就想念想想到了这个失去的这个朋友是多么宝贵 虽然他不是一个信徒 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而且几次我想象的传福音他也完全没有接受 但是他是我们认识的最热心的人 无论谁有什么困难 他都去帮忙 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他跟我母亲是在餐馆里面 一个餐馆认识的 后来他在工厂里面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他帮我母亲也介绍了进去 然后我母亲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了十几年时间 我记得04年的时候 我被自己的公司裁员辞掉了 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他还带了一个大的花篮 还有几个大气球去机场迎接我 因为他知道当时我肯定心情不好受 他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欢迎我回来吧 所以我就分享了这两个故事 然后一直的话眼泪都在流 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哽咽 气不成声吧 但是这就是我们失去的这位朋友 他的话心里面只想着别人 没有想着自己 当然我这样做的话不是为了 在做的人 我是完全是为了这位死去的朋友 而且我是听圣灵的话 站起来这样说的 只做了很简短的一个调词 五分钟左右时间 但是我觉得有些话的话是必须要说出来 让人记得的话 这位庞阿姨是多么热心的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被一个圣灵带领的人的一个例子 你不知道下一刻他要做什么 我在去葬礼之前的话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站起来会说话 我准备的话就是去那听别人来调念他的 但是在圣灵的指引下 我成为了那位调念他的人 就想分享这个故事 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 谢谢大家